您乘坐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09次航班 很快就要起飞了 还没有登机的旅客 请抓紧时间 1月17日上午96分 CZ309次航班从北京大兴机场启程飞往香港 这时近三年来 该机场首架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班 此趟航班的发出也标志着 北京大兴机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 正式恢复 大兴机场海关在接到复航准备之后 我们积极梳理了海关现场的流程 调试现场的设备 从航空气流 旅客流 行李流 信息流 多个方面开展现场的调研工作 参与了多次现场的演练 从现场的通关情况看 旅客秩序井然通关速度非常高效 在检疫现场 大兴机场海关配置了五感红外测温仪 健康申报自助验核一体机等智能检疫查验设备 第一时间探知旅客发热情况 仅需几秒钟即可获取 并存储入境旅客的申报数据 通关时间 提表温度等 方便旅客自助通关 我已经三四年了吧 都没回香港 挺开心的 像吃插招饭一样的开心 守航仪是非常好 好多军家都想去转一转 看这个时间了 就可以回家真好 我要过境回台湾 就一路都非常通畅 然后大家都很热情 我是在北京住了五年了 三年没回去 今年希望跟家里人吃吃饭这样子 据北京边检总站 大兴机场边检站介绍 大兴机场国际航班 复航首日 出入境载客航班 共计四驾次 出入境旅客 约200余人次 出入境航班 主要为香港 尼泊尔等方向 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入境现场 我们共设有76条人工查验通道 未来通道的开启情况将根据客流量的变化随时调整 在此我们也特别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 请大家在出行前充分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政策 提前办理好出入境证件 确保证件真实有效 春节将近 客流量将持续增加 请各位旅客预留充足时间 办理通关手续